咳嗽谈里带血这是呼吸科门诊比较常见的临床症状 那么我们通常呢专业上把它叫做卡血 分为了谈中带血还有较多的卡血 甚至是大卡血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临床信号 常见的疾病包括了肺结核 支气管扩张 甚至是肺部的恶性肿瘤 也就是支气管肺癌 所以当您一旦出现了谈中带血 或者是较多的卡血的时候 一定要到医院来进行下一步非常详细的检查 那么我们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当然了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 有些患者可能是牙龈的出血 比如说牙结石会导致牙龈出血 甚至可能是局部咽喉 一些小的毛细血管的出血 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呢 也是需要我们进行鉴别的 也不要太过于紧张